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率領的89人訪問團 包括布拉格市長和8個參議員 朝早大約11點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外長不超市到場迎接 雙方互碰手爭代替握手 訪問團會在台灣逗留6天 維斯特奇爾星期二將會去到立法院 接受外交榮譽一等獎章 之後出席五宴 他同日會在國立政治大學演講 星期四上午會與總統蔡英文會面 考慮到新型肺炎疫情 訪問團將會做三次病毒檢測 全部團員由專車接送 入住的酒店亦都會有專用空間 捷克參議院議長地位僅次於總統 維斯特奇爾出發前表示 此行是表達對民主的支持 並期待可以為捷克帶來實際經濟效益 中國駐捷克大使館表示 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華為斯特奇爾出於個人政治算計 執意訪台 不顧中節關係 無視主流民意 予以強烈譴責 敦促捷克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有線電視記者 盧曉山報道